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28日 今天繼續講這個醫療 醫療器官法的問題非常嚴重 還有你發現呢 中聯版啊 陸慧玲那些呢 就是他叫做懂得看中文啊 就不知道 都應該有人不懂得聽廣東話的 然後呢 他們就 似乎看了那些八卦的東西 那我也有覺得少少震驚的 見到這件事在醞釀的時候啊 他說什麼啊 是說有人方稱 醫療人手充足地說 還有呢 在說什麼啊 隨時就要應這個港府的要求提供支持 就是說呢 你不想要 他都硬硬給你啊 喂 老實說 我敢跟你說啦 就算是我們醫療人手短缺 都不用理你 OK 即是你的醫療團隊死開啦 很簡單一樣東西啦 你說什麼 內地醫療團隊走過來去協助這個港府啊 那我又要問一句了啊 那他們是受什麼法律規管呢 那如果有醫療失誤的時候啊 那誰對那些病人負責啊 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啦 要不需要錢呢 你說那些支持又要收多少錢呢 你無緣無故派對Crew過來啊 那些不知什麼盧寵某那些是吧 在那個港大深圳醫院那個分部是吧 盧寵某書記 那你派那些這樣的人走下來的時候啊 你是不是又收回香港那個人工啊 喂 那你真是找笨的 因為薩時之間啊 增加了香港的醫療開支負擔喔 此其二 他沒有交代的啊 那他沒有交代 那我就當你收香港人工咯 對不對 就是當part time那個時薪收對不對 你已經蓋了那些不知什麼李余門 什麼捉稿彎 嘩 還不夠啊 那裡蓋出來的那些錢啊 我就想問啊 就是是香港庫房啊 還是是你義務這樣蓋出來的啊 你無緣無故蓋一塊香倉醫院 不多不少啊 都收了一點點了 對不對 嘩 那有空就說協助 有空又說協助 有沒有徵得香港人的同意啊 就是你不幫我也幫你 是不是啊 你不要幫我了 不是啦 你真的要幫你 那你記不記得食神啊 你現在這個位置呢 就中了這個邪的毒 那呢 就等我這個方丈呢 就幫你絕毒療傷 啊 然後什麼啊 你不給我絕 我都不逼你 跟著呢 這個夢為大師啊 就飄走了 啊 真是方丈分人十分小氣啊 那這裡 新聞啊 中聯版發言人就表示 中央高度重視近期 你還要來香港那個情況 這樣說啊 因為你還好說 就是那個建華之亂啊 你懂建華 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啦 總之就 我只知道他呢 就跟東方海外有關 東方海外呢 就做選的 那做選的 就跟船員有關 而那些船員呢 就是經過檢查之後啊 就發現那些變了種的基因呢 就很明顯 是一些輸入個案來的 那不用審啦 你都過了幾個月都沒有新案例 直至呢 嘩 你現在突然之間出現那些 那些本土的個案 是N這麼多單啊 哦 原來呢 就是因為你放銀進來 那 不要說到放銀進來 那麼難聽 總之那些人呢 就被放了進來OK 這個明報講的啊 啊 繼三名的政府專家顧問啊 那就推斷了啊 這個本港呢 最近那些這樣的個案呢 那你排完那二十六單 確診那些個案之後呢 發現至少是有三條傳播鏈啊 那真是食物鏈啊 今我 而有兩條呢 就是輸入的個案來的 那接著你找了啊 啊 就有這個 有一個 奔記啦 新發茶餐廳啦 池雲山街市屯門 庫林酒家 水泉澳村 北角 進言教育中心 那接著你排排排呢 就發現很多都是由菲律賓 那些人傳入來的 那接著你再找了啊 那些菲律賓裡面呢 有兩成啊 都是那些 不需要檢疫的海源 那你就 看回那些海源 菲律賓 就是你男的就 男奔 你女的就女奔 啊 又叫奔妹啦 那就是男奔找女奔 那然後啊 喂 你又知道啦 就是禮拜日那些呢 那如果是那些人 有那個社交聯絡圈子 你知道啦 他們平時啊 星期日都可能是 圍著 然後坐下啊 那之前呢 都還很嚴謹的 但是後來啦 就是你見沒什麼事的時候啊 他們都可能聚餐各樣的嘛 那更糟 就是你說堂食那些 在這裡禁了堂食 那但是他們可以坐在地上就這樣吃的 那算怎樣 不是好像張建宗那樣啊 哇 叫人走去郊野公園吃啊 那還有呢 你有空就搞一些叫做免檢疫 啊 的那些 特權 簡單說就是 其他人在這裡怎麼守法例都沒有用的啊 你有空就有些特權人士不需要守法例的 因為一個公共醫療系統啊 是要靠所有人合作啊 才有可能做得好的嘛 不是你有個人 即是果群呢 就好聽話的 啊就不隨地吐痰各樣了 那結果另一班呢 啊就在這裡 你那些 那些肺炉 啊這些肺炉啊 各樣 全到周圍都是的 你 那邊那群人的是什麼 做得沒有用的啊 三歲小孩 都認識的道理 那你是整個幼稚園 有群人就很安静的,搜货失秩序的 另一群就在拆楼,你想怎样? 那我又不会说你故意去找些人 搞到周围都是,然后就收医疗费的 如果是这样,就跟那些摆盘鸡 在人家店铺那些差不多了 但是退一万步地说,这次真的没有染鸡笼 自出自入,现在连医疗团队都变了自出自入 我都说了,就算爆到七八万人都是 都不需要申请资门,sorry 你帮我堵塞了漏洞,不要有些特权阶级走来走去 就已经摔了鸡笛,多谢你 这些就是要堵塞安全的漏洞,现在真是很不安全 其实呢,中联版本身就带头犯了这个 可能不是啦,就是国家的安全 就不等同香港的安全 接着说什么? 会支持香港提高核酸检测的能力 那我想起之前呢,西班牙还是捷克 在这里说呢,原来你送来的那些检测剂 那个准确度 错误率是80% 我想说你80%呢,你就是来倒乱的 你不是来帮手 但是你想想吧,80%的错误率代表着什么 就是中的那个你就说不中 不中的那个你就说中 而且你是超过了50%的 我就这样摘公子 都准确过他 然后又是那些 骆惠莹啊 旗下那些发言人 我不知道是什么人 他在这里说中央会在医用物资医疗设施设备那些方便 那大力协助 可能在医院那里放几十盘吉 真是混吉的啊他们 那但是问题就是呢 那些吉很贵下咯 那接着这里可圈可点啊 我真的要说就算了 香港他说 仅有少数的人 致港大市民生命安危不顾 抛出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 令人感到震惊 不似这样 就说有人无端质疑相关做法 不符合本港的法例 专业的守则 你别说先啦 你不如说一下你怎样符合到香港的法例 专业的守则先啦 很明显应该是那些医护说的啦 因为他们一直 你知道那些医护本身是有很多法例 和守则要守的 又要买医疗保险 我是说他们出事故的时候 那些第三保 那你无端端派那些不知什么来的 你是阻挖着人做事嘛 你明不明啊 那然后又说什么呀 内地医护人员无法以英文沟通 那是啊 你看那些药名执错药单怎么办 还是一定要就你啊 跟着找个翻译员 每个药啊 那些药名全部变成中文啊 喂 虽然知道啊 香港医生开的那些药方呢 基本上那些英文字呢 是他们才懂得看的 那然后啊 说是什么呀 对这个中国的同业啊 哼 啊 说同业那就是 说了是 露了底啦 你就在说那些医护说的东西咯 充满着傲慢与偏见哦 不是傲慢与偏见 那你说一下你怎样符合到专业守质 和那个本港的法例才说的 就是出了事你什么呀 你不如中联版啦 你做担保人的就行了 万一有什么事的 你拍心口保证 赔钱 就不要无端端插着手 来的时候呢 有事 就不背哦 得过港字 那然后啊 你没有压力的时候 他都说你有压力了哦 他说什么呀 有人啊 罔顾香港医疗体系 和前线医护人员承受的巨大压力 哼 最惨就是呢 是那些前线医护人员跟你说 不需要哦 甚至乎啊 那些blue ribbon 那些医护的blue ribbon 都在那里说 哇 大哥 你找些人来骑着在我头上 有没有搞错 已经忙的了 还要顾着他们 做错事 我说你好 不说你好啊 你说他的时候呢 你小心啊 你是晋升前景啊 别人比你大大 然后呢 你说你搞得行 他说你搞不行哦 他说你们怎么办啊 方清本港医疗资源 和人手充足 无需这个内地支门 就是这些是说大话的说 你一定有东西啦 然后他就说了 啊 是别有用三字欺欺人 这个很明显是对于 本港医护界里面的批评来的 另外呢 就是一些坊间的批评了 他对于 那就是说什么呀 有人甚至说 啊 内地的医疗团队 会将港人的基因样本送往内地 内地 内地机构的诊断中心呢 有可能会 带来输入个案的说 这些都是 没有底线的造谣沟陷 很明显有政治图谋到底啊 啊 你们是觉得 港大市民健康不重要啊 还是想制造政治区隔 和保护一己私利啊 就是这样 哇 这个人真的不懂的 他不知道什么叫法例的啊 那没办 就是监督权嘛 监督权的意思是什么呀 收顾民费啊 最惨 最大祸 说的是什么呀 哇 真是 人家手得好地地啊 啊 就是那些小商店各样 家想不乘都不行啊 是不是 不过啊 就是我年初已经说了 你指意他啊 基本上我都说了 我又重申一次了 你是手到份约完了之后呢 那就是阿里吉弟走人的了 不是虧租虧人工 我见有些店铺子 六点钟之后呢 没有开了 就是 外卖都不做了 你怎么做呢 阿静满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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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说什么呀 以前呢有些人啊 就避走 这个深山 但是深山里面来说呢 就有老虎 那些人就问他 喂 为什么呀 有老虎你都走过去 那些税重你都走过去 不是吧 二箱其一 为什么你不回省住呀 那些人就说了 阿静满于虎 就是这样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